進口彈爭議持續的延燒 傳出有臉書粉磚 因為連日來評論進口彈事件 遭到網友恐嚇威脅人身安全 對此農業部代理部長陳俊濟就說了 農業部絕對不會因為外界 對專案進口的質疑還有批評 就讓粉磚關閉 而行政院長陳建仁 昨天到立法院進行進口彈專案報告 副院長曾文燦卻是沒有現身 也受到國民黨立委的質疑 你要廢話了 道歉 廢話了 道歉 進口彈爭議朝不停 行政院長陳建仁 親上火線赴立法院專案報告 只是這幾天來紛紛擾擾 幾乎是副院長鄭文燦出面澄清質疑 等到要跟明代直求對決時 卻沒現身 至少應該出現在立法院 為院長來提供你當時怎麼樣做決策 或者在這裡面相關的細節 他才是最了解的 他可能不太清楚 行政院跟那個部會首長 到立法院來列席備詢的時候 他是有首長的身份 鄭文燦他是副首長 他就不可能上備詢台 看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行政院向立委報告 只有首長身份得出席 依照慣例 副院長不用列席也不能上台備詢 正義還沒告一段落 現在又傳出有評論進口彈的臉書粉磚 遭到網友出征 甚至人身安全受威脅被迫關粉磚 台灣是一個講究言論自由的國家 我們一定會確保每一個人的言論自由 我也會請相關的單位來深入的了解 我們絕對不會因為這些質疑跟批評 即使他有不當的一個批評 但是我們不會讓他的粉磚 我們也沒能力讓他的粉磚就關閉了 監控彈正義連環保還沒釐清 如今又有案外案 升高成政治對立 外界並不樂見 記者 王偉傳台報導